因為在兩岸大選之後 在這次總統大選之後兩岸關係 因為金門露傳反覆 還有不可以不開放組團去中國的事情 所以有點就是急轉直下這樣 然後但我這一天在推播中有看到 就是差不多在我們這個年紀的民眾 還是希望就是可以和平共處 然後還是可以維持現狀 就即便惡意螺旋開始慢慢上升 這種情況下 所以我想請問您 您認為在這種情況下 和平共處然後維持現狀 還是有可能的嗎 以及就是 如何避免 這件事件成為我們跟大陸之間的衝突的起點 是這樣嗎 是 好 袁振 第一個我覺得兩岸確實是越來越衝突 而且敵意螺旋也有升高 以前兩岸是互相不承認對方的主權 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我們的主權是基於中國大陸 那他們也不承認有中華民國 他們認為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 但是兩岸是對於對方的治權 是沒有去挑戰的 他們也不會說 我沒有海峽中線啊 我要過來啊 以前不會 海峽中線是1950年 那時候是美國一個勢令化的 就是說這個海峽中線 然後包括現在大家討論非常熱烈的 就是金門的進線海域 實際上這是1992年 我們國防部公告的 那這就是我們單方面的公告 那對岸因為想說有善意 我也不要來挑戰 可是現在呢 因為就是兩岸一直有很多的敵意螺旋 所以對方現在也不承認有海峽中線了 然後對方也不承認有所謂的 金門的進線海域 所以他們才會公佈說 他們要來我們這邊常態性的巡查 就是他們的海警也會 沒事就會過來 那之前被傳出來有十幾艘 而且都是大型的 有2000噸的 也有8000噸的 到我們進線海域 那我們發現他們過來 當然我們的海巡弟兄也很辛苦 就要去辦航 但我們現在對他們好像 驅離的方式也不敢太強硬 就是用廣播的 你們已經越界囉 你們越界囉 趕快離開這樣 也不敢 因為萬一擦槍走火就很嚴重 那飛機過海洋周線 現在大家都已經司空見慣了 在上上禮拜有一艘 已經到了我們淡水的外海 大概23里 那根據空軍 退休空軍的分析 再一分鐘就到我們台灣本土了 所以其實是蠻危險的狀態 那當然我們會希望說 兩岸是不是可以透過溝通對話 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那我舉廣大新的例子 就是我們之前不是有一個 廣大新的漁船嗎 那時候被菲律賓認為說 什麼侵入到他們的漁權 然後就對我們掃射嘛 對不對 但實際上沒有 其實實際上 第一個那個是公海 第二個那是我們的 正當的捕魚的權利 可是菲律賓他們就 非常的強恨 就是掃射 後來菲律賓道歉 台灣怎麼解決呢 台灣後來出動了軍艦過去 後來菲律賓就道歉 但大家都以為說 真的是因為台灣軍艦過去 他們才軟化嗎 不是 實際上台面下菲律賓跟台灣 包括其他國家有介入 就是大家有做一個非常密切的溝通 才讓這個事情很圓滿的解決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這個漁船的事件 就是說好像我們沒有另外的管道 就是只有這個談判 就是變成家屬跟我們的官方 針對這個事件的談判 可是其他的管道 就是過去兩岸建立的戰役的管道 通通都沒有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如果我們要維持和平的話 平常要建立這種常態性的管道 溝通對話是很重要的 現在是沒有 就是這個海域發生的衝突 這個聚焦在這個討論 然後想要請問韋漢哥 就是在就是前幾天的那個 立委的質詢裡面 就是有一些在野黨的立委 其實是有向管碧琳主委提出說 就是我們這次衝突之所以會 造成那麼多的爭議 是因為就是我們沒有密錄器 然後留下當場衝突發生的 一個現場的一個錄影的影片 所以我們才會就是 兩岸的說詞然後都不一樣 那我想要請問您說就是 因為我自己看完那影片之後 就會覺得說主委在 處理這一件事情上 好像就是他會一直去強調說 我們是不應該用撞船事件 來定調這一次的衝突 但是就是沒有很正面的回應 就是政府在這一次就是 衝突的一個疏失 他們沒有保障好海巡人員 他們自己的權益 還有他們的安全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 這種的密錄器 然後想要問你怎麼看待 好 先問佛羅好不好 佛羅因為你是大學生嘛 因為這次的事件 你就政府處理了好不好 以一個大學生來講 好跟不好兩個字就可以了 我覺得不夠 其實觀眾朋友這話題會談這麼久 我也覺得蠻 怎麼講就是不樂見 2月14號到現在很快的快滿一個月了 是不是 我說的都是政治問題 對因為現在已經變成政治問題了 因為這個一開始可以不用這麼政治了 所有的問題我快速回答 因為剛剛談很多 那我在我們鄉民大學院 其實上個禮拜三個禮拜一都有談過 很簡單 剛剛源自在講廣大新28號 那是2013年 那個時候呢 為什麼後來我們可以讓菲律賓道歉 而且8名開槍打死我們鴻信船長的 菲律賓海巡隊員是被判刑8年到14年 那就是執法過當 甚至是殺人罪去起訴了 所以那個菲律賓的海巡隊員 要驅離我們的廣大新28號 結果開槍開了52槍 打死了船長這個事情 那8個菲律賓的海巡隊員 現在是抓起來關 很嚴重嘛 如何做到的 因為菲律賓的公務船上面有攝影畫面 因為美國也介入以後給他施壓 因為我們當時的總統馬英九 開了軍艦衝過去 自己沒刷了 所以壓力一到以後只好調查 一調查以後發現畫面 確實不應該開槍而開槍 殺人罪嘛 那今天我們的這個金門事件 沒有辦法確定到底怎麼回事啊 大陸的漁民回去以後說 是我們把他撞翻的 可是我們的海巡署長 我們的4名海巡隊員 還有我們的海委會主委 那個管碧琳 管媽 他們就說沒有這回事啊 而且事實上我們你我都不是專業啊 海軍署長周美武他是海軍中將啊 他說如果以那個速度40節 衝上去那個材質 一定就是直接破碎 怎麼可能 我們沒有衝上他 所以這是他的說法嘛 那How to prove it 你怎麼證明沒有 沒有畫面 那今天重點是 人死為大 人命關天 人死為大 觀眾朋友講清楚了 人死為大 那個大是重要 不是說死了就對 人死為對不一定 所以事實上我們海巡不一定有錯 只是說壞就壞散沒有監視畫面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證明 我們的海巡隊員 執法過程完全沒有瑕疵 但是沒有錄影器 這個事情就是瑕疵 所以倒回來 大陸要我們道歉就責賠償嘛 我覺得我們可以翻轉 就道歉就責賠償是他們大陸要求的 先道歉 再就責然後要賠償 我們倒可以倒回來 先賠償 又或者不要講賠償 先撫慰 先人道上面撫慰 口頭上面撫慰 撫慰已經撫慰 撫慰不代表你有錯 不會代表說我們對這事情感到遺憾 I'm sorry 對不對 不想看到這個事情 I'm sorry to hear that 講說我家人 對不起 他不是我的錯 可是我覺得很遺憾 不是我造成的 然後再究責 就現在在調查 那究責之後 如果海巡單位有錯 就要道歉 如果海巡單位沒錯 那也不用道歉 因為執法是堅定的 我覺得站在台灣立場 看這件事情應該是這樣講 我相信可以得到 各方藍綠百搭的 就是取得一個最大公約數 然後終極目標 是讓這件事情過關 兩岸不要身高衝突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商務大學問有自己 專屬的YT頻道囉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了 我們節目上見